大家好 我叫吕森 今年32岁 来自吉林市 我的爱情学员是 能文能武穿制服 找个媳妇我保护 好的 那看一下 场上16个姑娘 对谁的感觉最好 选一下一中人 好 我叫吕森 来自吉林市 丰满区汪启镇 我是一个有理想 有报复的人 我是通话师范学院 本科毕业 后来要读到吉林农业大学 农业推广硕士 我现在有一个 非常神圣的职业 是一名城管 事业编制 无险一金 月工资三天左右 我总结我们干城管 就和触队线是一样的 干城管必须态度好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小之以情 动之以礼 所以我对媳妇指定能好 工作中我们城管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在生活中你要动个女朋友 绝对不好使 来 我现在第二职业是跆拳道教练 我从六岁开始学习跆拳道 现在是国际认证的黑带四段 我现在有教师资格证 国家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 国家二级裁判证书 曾经拿过吉林省第十四届全运会亚军 吉林省第十五届全运会冠军 目前我在吉林市有两套房子 一套在大东门 一套在采讨市 有一套并没有装修 希望做为我们的婚房 我也是全城热烈的粉丝 我认为一号抚顺兜 应该女人心 女人都说女人水做的 不应该那么圆满吧 你们都认为十六号性感 在我认为她并不性感 因为她跳舞的时候 体现的都是外在的 我认为的性感 应该是从由内而外的性感 像我欣赏的体育明星沙拉伯 她的就非常性感在我这儿 你看 换上这个小衬衫牛仔裤了 就另外一种感觉了 现在我要问一下 亮灯姑娘的意见 二号高宇 没什么问题 来 掌声有请 二号高宇有请 我叫高宇 来自吉林省树兰市 今年25周岁 不错这个 说话也挺温柔的 高宇之前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问问题 还是就冷眼旁观 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跟她交流的 不知道问啥呀 不知道问她 问啥 但是你觉得对这小伙 各方面的印象还都挺好的 是吗 还可以 你想问什么问题 我还有去西藏的想法 我不知道组织 会不会同意这件事 一直没有选择 找对象的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 我的梦想 我还是想去那边 支援支援他们 你对这事 会做出如何选择 如果咱们出的还可以的话 要去多久 元藏一般一期是三年 三年 如果就是 带我去的话 我这边可以 但是家里面那边得协赏 那高宇 王哥特别关心 你一直留灯到最后 究竟这个小伙子 哪一点吸你了 感觉比较老实吧 我觉得有元藏 这样一个梦想的小伙子 我很佩服 我真的很佩服 因为我去过西藏 我知道西藏那边有多艰苦 现在就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 你先 你过去帮助人 你先把自己帮帮吧 你先弱势群体 就需要帮你自己 我能再说一句吧 就是如果说是你真的要是去西藏的话 然后我家里面不同意我走的话 我肯定是会尊重我家里的意见 就这个 没了 我没啥可问的了 因为他回答我了 回答你了 对 倒数计时五个数 然后做出你的选择 好吧 三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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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四 三 二 一 三一七 我选择放弃 为什么呢 你告诉我理由 一个女人真正在乎这个男人 她应该支持男人所有的事业 我只能说咱俩在这是第一次见面 怎么说呢 也没有经过接触 你还不值得我去为你放弃一些东西 对的 对 不勉强 谢谢高瑜 谢谢 一号兜 你怎么这么自私 他今年二十多岁 父母爹妈养了二十多年 跟你认识十分钟 你养了为了认识一个十分钟的男人 放弃了父母二十多年的养育之恩 跟你去戏子 我说养他不理父母了吗 我说养他把父母怎么样了吗 那是散年呢 女儿散年不在父母身边 你有没有考虑过父母 岁数大了 有个大事小行的谁管 你想过吗 这是我第二个要问的问题 他家是不是一个孩子两个孩子 就你这种岁数大的直男孩 凭什么去才有这么好的姑娘 你不配 对 你认为配不配 那是你做出的决定 我认为配不配 那是我做出的决定 李森啊 如果因为你原葬而耽误了自己的爱情 耽误了自己的感情 甚至耽误了孝顺你的父母 你说原葬的意义又在哪呢 其实原葬你是想去帮助别人 如果你自己都不是一个幸福的人 你怎么去帮助别人 让别人幸福呢 可惜了啊 还是回归到一句话吧 爱国真的是很高尚的行为 但爱国不是天天喊口号 爱国就是把我们小家的日子都过明白了 咱这国家自然就好了 谢谢王哥教诲 燕子姐教诲 化妮